Sing a happy song, play it all day long 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經完全翻譯了 小朋友可以跟著讀,我們試一試 Sing a happy song, play it all day long 這個鍵盤和螢幕是比較大的 所以小朋友很輕鬆就可以按鈕 還有Grammar,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些例句 可以教他怎樣去作文 我覺得這個也非常好 可以教我讀音 Tidy 對,他跟著他這樣讀,有這個英文康 現在就到小朋友的考試周 身為媽媽的我準備了這支翻譯筆 用來給他自己溫習 他已經四年半了,不可能還要他坐在他身邊 陪著他溫習 但有些英文其實他也不是太懂 買了這個小朋友都用的翻譯筆 給他自己溫習 好,現在給小朋友試用一下 現在翻譯試一下翻譯這一句 Sing a happy song Sing a happy song Sing a happy song Play it all day long 大家可以看到他已經完全翻譯了出來 小朋友可以跟著讀,我們試一試 Sing a happy song Play it all day long 你按這個 唱一首快樂的歌 一天到晚都再換 這完全能翻譯到英文的意思 另外,如果想小朋友記住怎樣讀 其實他可以自己讀 可以按星星 就讀了 他還有一個位置可以學到Grammar 就是這個 看到嗎? 這個 是詞典來的 好,我給小朋友試一試 現在我們先選擇詞典 一個英中詞典 我們按下去 就可以把英文翻譯成中文 好,按進去 好,接著 我現在要翻譯這個 你翻譯這個 OK,好 自己打進去 這個鍵盤 以及螢幕是比較大的 所以小朋友很輕鬆 就可以按按鈕 完成 完成 好,可以按塗箱 大家可以看到 有Grammar 對,有Grammar 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禮句 對,還有一些禮句 可以教他怎樣去作文 我自己覺得這個也是非常好的 絕對有 可以教我讀音 Tidy Tidy 對,他跟了他這樣讀 這個有英文刊 好,那還可以bookmark 在哪裡bookmark 如果想重溫一下 這個位置 對,把它按了星星 對,藍色星星 對,藍色星星 好,剛才在援 就已經示範了怎樣用 其實這個收藏功能 是非常之好用的 因為我們每次塗完字典之後 其實很快都會忘記 不要說大人 其實小朋友更加 那他怎樣可以重溫 就可以把他剛才想翻譯的字 放在收藏那裡 一按去收藏 然後他就會有一個英宗字典 就是剛才他塗過的字 對,那就可以重溫 可以按這個按鈕 對,就重溫剛才所有的東西 他有不同的Folder 剛才在援 就用了一個掃描翻譯 所以星星的那些 就會在掃描翻譯 看到嗎? 剛才他就是這個 就可以重溫 又可以重溫多次 寫了我 SING A HAPPY SONG PLAY IT ALL DAY LONG SING A HAPPY SONG 媽媽